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能续命 爱能补肾 它就是爱 爱草在中国农村非常常见 而且使用普遍 中国人除了用爱做爱酒 还经常用爱草来煲汤 洗澡 寻蒸 也用来驱赶文营 中文的爱字 意 本意为智力 恢复如初的意思 古代又称年轻美丽的少女为少爱 正是爱的医疗之用的理想外言 爱酒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特点是不用服药 无毒副作用 是一种绿色原生态疗法 用爱叶制成的爱酒材料 产生的爱热 刺激体表穴位或特定部位 通过激发精气的活动 去调整人体已经紊乱的生理生化功能 从而达到治病防病的目的 爱酒成为常规常法 而在诸点集经历了漫长的试验 研究发扬沿用至今 爱之火是纯阳之火 故而中国古人把太阳称为天之阳 把爱称为意之阳 阳气是生命的根本 内经云 阳气者若天与日 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张 如果我们把阳气算作一百 那么人从生到死 就是阳气从一百到零的过程 故而养生贵在保养阳气 强壮阳气 爱热之热 非其他发热的物质所能比拟 爱在燃烧时产生的特殊的短红外线 渗透力是普通长红外线的三到四倍 能够激活细胞免疫激活素 提高人体免疫力 爱酒 同时具有自动找病位和通心脉的功能 爱火连续的燃烧传递 可使爱火的纯阳温热气透达体内 通达病位 大通足色 自动调节身体内部阴阳的升降 从而达到壮阳 养生 治病的功用 中医研究机构用其他药材和其他各种物质 与爱做对比研究 结果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完全替代爱 为什么爱酒疗法如此神奇 中医工作者了解到 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经络现象 就像在一台运转的发电机身上 有电压和电流 十二经络与三百六十五学 是人体脏腑之间互相传递信息的驿站和通路 健康的生理状态 内脏器官通过经络体系与身体表面的穴位气孔息息相通 在病理状态下 穴位气孔又是宣泄病理产物的天然渠道和缺口 以意其邪 以形盈位 有余可泄 不足可补 是爱酒疗法对这些中医基本原则的灵活运用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以太难依照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从小生活在空调 冰箱 冷饮 无处不在的环境 加上不恰当的大量使用含量药物 激素 贪食生润食物 经常身体保温不当 熬夜等等 人体健康所以外的阳气容易被加速损耗 增加炉堂中的生命之火 变得越来越为现代人所需要 但愿每一个现代人都能从我们祖先的医学制度里汲取营养 通过实践爱酒这种古法 让自己家人和朋友最大减少疾病 尽想自然寿命 能够更健康 更好地体验生命的真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